欢迎收看5月6号的台式 五件新闻 我是乌凯文 指挥中心日前推估 我国本土疫情将在5月20号这一天达到高峰 以高推估来说 可能单日会有20万人确诊 而5月21号即将要登场的国中会考 俨然成了一大考验 有医师推算 如果以全台累计确诊数 约一成左右的人口染疫来看 在会考当天 恐怕会有一万多名国三生染疫 建议国三生在会考前都不要到校 但有专家分析 现在双北车流还有聚餐人数都有减少 预期5月20号高峰 单日应该约5万到10万年确诊 台湾本土确诊数从4月底开始 日日创新高 外服部报告指出 11号确诊数最高会达到10.2万人 被专家点出不太可能 因为台湾人有个特性 只要确诊数一多 就会自动躲起来 对于指挥中心预估 5月20号疫情将会达到高峰 以低推估10万 高推估可能单日达到20万人确诊 专家也分析最有可能的数字 会落在5万到10万之间 而5月20号隔天就是国中会考恐怕也将面临考验 有医师估算5月20号疫情高峰时全台累计约有一成左右的人口染疫 预估到5月21号国中会考当天应该会有一万多名国三生确诊 建议学生现在开始到会考前都不要去学校 因为现在不是比谁会考试 而是比谁更会夺病毒 累积超过一成 那我相信这是非常有可能的 我们要做自我风险的评估吧 那就像说学生你要会考了 当然你就是这段时间避免外出避免群聚 想要挺过这波疫情 有意识认为关键就在医院能否接触大量中重症病患 还要原本有疾病因为染疫入院的人 又专家建议民众在染疫高峰期 要尽可能减少聚餐频率 更要抛掉清零思维 才能度过和病毒共存的症痛期 就听民生听不懂